來到天蠍座滿月即是農曆的4月15日 由這一刻開始去到農曆4月尾即是西曆的5月22日 根據你的太陽或者上星星座 不知道你的自身正體運勢會怎樣呢? 在我就住12星座專題去分析你們各自身正體運勢之前 現在先做一個general for 全人類的星盤分析 聽得懂我講什麼,現在不是只講天蠍座,是全12星座 今次這個滿月圖的亮點就是月亮 在答正這條ASC上星座,答到正一正 還有它是去天蠍座的,根據我的經驗 理論上如果月亮去摩蠍座又叫山羊座 即是這個位置,那個位置是叫做Destriment 理論上其實是比月亮去天蠍座 這個叫做Fall的位置 不好意思中文其實我不是好懂,因為我以前讀占星 我都不是拿中文讀的,其實我是用法文讀的 因為我的師父是法國人 但其實也不是全部法文的,因為他的英文都可以的 所以有時候會英法夾集,言歸正傳 理論上其實月亮去天蠍座是一個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我想告訴大家,根據我塔尖暖蠍,看這麼多星盤的經驗 其實月亮去天蠍座是更壞的 然後看著,月亮搭正這個一公投,ASC這條族 然後整個盤第二個亮點就是,除了月亮去天蠍座那麼壞 還有木星去摩蠍座又叫山羊,也是壞 因為整年的位置都是這樣,這個不俗遺跡 然後其他全部的planet,其實我們都是叫Peregrine的位置 即是游離,全部是一些完全不適合的地方 除了土星,土星在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這個symbol 我覺得好像一個日文字,但我其實不懂日文的 但有時候有些日文字是否看到這個類似的東西 好,除了土星在水平是一個強勢 不過土星也就快易行 所以原來這個,伴隨著這個滿月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想說,伴隨著這個滿月 也不只是說接下來的十幾日,十五日的能量 其實是可以去到大半年 其實滿月的能量是可以去到大半年 但是我有時候做這些星座運勢,我就讓大家去簡易一點 簡易的話,我和大家當去到農曆月尾 但其實是說接下來的大半年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同時我們要看看火星 火星在容許度之中 四分金牛這個游離的水星 三分在雙子這個游離的金星 再說多次,因為月亮在天竭這個一公投 原來,大半年,尤其是這十五日之內 會有很多冷血、冷暴力的事情發生 如果真的要比較熱血的話 大家會很容易先是口角,計而動武 很多這些衝突爆發出來 由你去到最親的人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甚至去到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最近的塔千亂藍星盤分析? 你們找回hashtag 最近的那個我都說了 現在在世界上 接下來,無論在政治、經濟、民生、社會 都會爆發什麼呢? 我講了很多話,包括戰爭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接下來是很crazy 冥王星已經是疫痕當中 還加上五月十一、十三、十四 差不多是consecutive的三日 十一、十三、十四 即是只差了十二 土、金、木、三星 雙界都會疫痕 木、冥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木、冥一起黏著疫 土、有野、金、有疫 然後冥土也是雙空征 兩顆空征 然後金、木是兩顆急征 加上這裡的力量會空上加空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當然,如果配合這次的滿月 就留意接下來的十五天 但其實這大半年 都會發生很多激烈的鬥爭 或者是一些很冷血 一些神經刀的暴力 大家麻煩 即是出街都要戴頭盔 還有要一眼觀察 不要經常在耳朵聽歌 有什麼好聽 留意自己身邊發生什麼事 如果不然有一個不小心被人砍掉 你都不知道 白羊接下來這個period要小心 在任何範疇裡面 為什麼會說是任何範疇 因為看到這個象 是在一個自身宮裡發生的 以及牽涉了自身的主星 以及這裡也是呼應了塔羅的異象 所以沒有特別是哪個範疇 但會發生一些崩塌式的突變 一些崩潰 還有 即是有機會是別人造成 但如果我要你去反求朱忌 你不如去問一下 今時今日這件事搞成這樣 第一 會不會是自己當初 有些太容易去信別人 輕信別人 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 第二 會不會是自己的脾氣太大 所以一時暴露 即是暴力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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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很大的脾氣 就去令到一些事情 令到一些事情 起了一個 即是去到一個不能玩救的結果 如果我兩樣東西混在一起 我當是怎樣 我當是 你以前跟別人 即是你信他會幫你做一些事情 是的 你們達成了一個 不是公表的決定 OK 但最後他不能夠去 達成這個協議 對 他無法達成他的 promise OK 然後你就很生氣 你就做了一些 幸錯難犯的決定 然後 令到今天是會自作自受 承受這個惡果 OK 我們儘管有時去問自己 關不關自己的事 OK 總之這段時間 都會容易遭受到一些 比較大的 慘烈的失敗 對了 那我告訴你們 八洋朋友 在這件事上 說真的就沒有人幫到你的 還有大家都說真的 不願意幫你 對了 那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平時自己人緣不夠好呢 好了 這件事值得去深思一下 你們要靠自己 但是 除了靠自己之外 都還有一類貴人 只有一千零一類貴人 可以幫到你的 對了 那 是怎樣得知他們的身份呢 第一 麻煩去like這個post 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就要給紅色的心心 不要給藍色的手指公 第二 去comment那裡問 然後第三 我就會PM各下 幫你們指點一下迷津 還有希望這些人 可以幫到你們去過這一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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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